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联盟20路诸侯 可谓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身处死亡之组的江越两队已经较苦不迭 而未免冠军辽宁队却偷着乐 相比于过去几个赛季 2018-19赛季常规赛 CBA将进行小幅度的调整 主要是从下面两个方面进行调整 一方面是比赛场次在原有38场的基础上 增加到46场 其次 根据上赛季常规赛最终排名落位 20支球队将被划分到4个小组 同小组的球队在常规赛将多出两次交锋机会 即从原来的两次交锋变成4次 从CBA联赛的改革来看 增加赛程对于各支球队来说 无疑是利好的消息 尤其是对于整体实力较弱的球队 增加比赛场次可以多带来一些曝光率和门票收入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不过 从各家俱乐部的角度来看 此次分组的结果 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像辽宁 山东等队 他们基本是分组的受益者 而广东 新疆以及广沙等队 他们则成为了受害者 在4个分组中 受益者最大的无疑是未免冠军辽宁队 与他们同组的4个对手中 除了深圳队具备不俗的实力外 其他三队像广州 青岛以及吉林 他们都没有实力叫板辽宁队 而且 从飞行的距离来看 广州与深圳近挨着 吉林 青岛与辽宁也非常接近 可以说 无论是对手实力还是飞行距离 都大大利于辽宁队 相比于之下 作为赏赛季的常规赛冠军 广沙下赛季想要再次拿到常规赛第一名的难度将大大增加了 与他们同组的4支球队中 北京和上海两队的实力并不差 虽然在飞行距离上也不算舟车劳盾 但从对手橙色上来讲 广沙的赛程明显不如辽宁队 尤其是北京队 在过去几个赛季 他们几乎成了广沙的克星 当然 最为糟糕的恐怕还要属于第三分组 在这个小组中 广东和新疆均具备争冠实力 而浙江 山西以及四川等队 他们虽不算是实力很强的球队 但同样具备黑马互报冷墙队的实力 而且 更为重要的是 在飞行距离上 这五队可要比其他分组残酷的多 可以说 这五队打一个系列载 几乎要飞遍祖国大疆